好女废汉,意外曝光场外生活不自律毁掉的球星,网友,可惜了小罗最近大火的白斩机是台媒调侃国族的,但不仅仅是国族,国外也有很多因为不自律葬送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球星,亨福里斯和金卡戴山,金卡戴山家族是NBA最佳防守人,他们可以让一个天赋慢慢的球星丧失状态,亨福里斯就是一个, 72天婚姻期过后,他再也没找回自己,小罗的天赋不用多说,但是小罗成名后,一直在酒精和美色之间流连忘返,因此早早退役,身体也是大不如以前,奥多姆,科比的得力助手,但搭上科勒卡戴山后,整个人废掉了,还差点因为服用药物去世,与人坎谱,当年他和佩顿一内以外的组合大杀四方, 最后也是抵不过酒精的诱惑开始自甘堕落,最后甚至吸毒彻底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,拜纳姆,自己的无脑造送了职业生涯,最后连香港联赛都不要他了,第二个乔丹, 伦拜亚斯被誉为可以达到乔丹的成就的潜力新人,但是,25岁时,服用毒品暴毙,其实自律对于任何人都很重要,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,不自律都会让你走向失败,走向黑暗,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认清自我,保持自我,不要迷失,不要让酒色来麻痹你。